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贝 谁找到了谁不累 嘿嘿嘿 快乐是个蛋糕 谁奔向谁就还陪 大你也哼 二你也哼 二你也哼 小你也哼 小你也哼 同时身边最快乐的人 嘿 快乐的Family 一场快乐的Family Family 小心你爸 爸呀 没踢着你吧 你这踢着不踢着都没事 你这干啥呢 这在家哼哼 咋了 吃啥东西不消化了 啥不消化 我练女子防身术呢 你一天到晚够累的 有这功夫 睡会儿觉 歇会儿啊 别整这儿嘿哈的 爸 爸 我一点都不累 就算这女子防身术用不上 那咱可以当健身了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都好 对吧 来来来 我教你来 来 你摆好了 我教你女子防身术啊 你教什么呀 女子防身术啊 我跟你学女子防身术啊 对呀 万一用得上呢 爸 你看 你放心吧 肯定用不上 救命啊 范爷爷 范爷爷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 哎呀 范爷爷救命啊 哎呀妈 小串啊 你咋的了呀这是 咋回事你啊 你被人非礼了哦 没有 门口有个卖碗的 要价两万 人家要两万跟你有啥关系 咱小区张奶奶相忠了 要买 我就多了一句嘴 我说张奶奶 你可得看好了 这玩意是真是假的 别被人给坑了 哎呦我的妈呀 这也不算多嘴啊 你不是怕张奶奶上当受骗吗 张奶奶听完这句话不买了 卖碗子鸡眼了 在后边追着要打我 那你跑你家 你跑我家来干啥啊你呀 我也没搁家 孩子 你做这个事没错 你爷不在家 范爷爷替你顶着 对 我怕你顶不住啊 什么顶不住啊 咋的 他比我俩还胖啊 胖到不胖 就是那腿啊 比你个儿都高 哎呦我的妈呀 你能不能互乎说八道 还比我个儿都高 我怎么那么久不信呢 我看他到底啥 哎呦我的妈呀 哎呀哎呀 哎呀 我也不知道你 你瞎那样戴神娃儿 人呢 哎呦我的天 不是 那个大兄弟啊 不是不是 啊 那个有话你坐下说 那人跑哪儿去了 哪个人去 就刚才想收收 这腿倒挺快的 就他 你不是刚才进来那人啊 嗯啊 你找他干啥呀 找他身上了 我找他干什么啊 你说说什么事 我门口卖完 他挺好啊 这老太太 我就什么啊 我就准备 他过来拍 老太太 他 我找他 我就 兄弟啊 你在哪儿撸串 把舌头躺这样啊 不是 我说 不是 这个这个你 我表述的还不是很清楚吗 不是 我想认真聆听一下 你一个字一个字说 啊 既然你这么有诚意 我就慢慢给你捣捣啊 嗯嗯嗯嗯 怎么事呢 是不是 我门口有卖馆 嗯 然后呢 老太太看上了 我挺好生意 是吧 两万 老太太出去掏钱 他 过来以后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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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老太太走了 就就就就就就不买了 我 我得找他 老太太不买碗 我得 碗买给他 我得 不是 我明白了 那老太太不买碗 嗯 你找他干啥呀 废话 他去去去 搅和他 我 我就 不找他嘛 不是 你这不是 强买强卖吗 哪有你这么做买卖的 你啊 师父大说不中听 谁啊 不是 你干啥呢 你替他说话呀 我就替他说话了 我是他岳父 岳父是啥玩意儿啊 他让没少打过人味儿 连岳父都不懂 那个什么岳父吧 就是媳妇的爸爸 泰山 老丈人 老丈眼子 明白吗 早说明白了 都是一家的 对 对 妥了 找你家的 拿两万子 诶 凭啥让我们家拿两万子 废话 你家人这么搅和 这两万块钱没人不着 你叫谁 行行行 你别着急啊 你是不是卖碗 嗯啊 什么碗值两万块钱呢 现在买个盆才多少钱呢 你什么碗值两万 你拿来让我看看行不行 要是我都白 跟你这个没问题说 你看什么碗子 说吓到你 古董 青花池 青花池 听你这个称谓 这个东西不像碗 像个澡堂子的名 你现在这胡我说我不懂 那叫华青池 你把你那碗拿出来 让我看看行不行 真你不怕火链子看呗 你这句话 来 瞧瞧 瞧瞧 不是不是 你放那桌上 哎呀嘛 行去 实习不过手啊 这都懂啊 来看看吧 来来来 我看看你就 不是我说实话啊 我看你这个碗子 不像青花池 什么碗子不像的 仔细看 你看这款 大清康熙年智 这能用假的吗 有这个款 他也不能说明是真的 是不是你这个 我看像假的 他就不了解我 就在这行那里 都知道我这干啥 你看这带着玩意 是吧 你看这 你看 不是 你还说简直 你闻闻 你闻 牛黄解读完呢 什么玩意牛黄解读完 陈销 你还这样 哎呀 妈呀 我这看人更要气死我了 不是 你那个东西真假 跟我没关系 这么的吧 我仔细检测一下行不行 你撤呗 我都说了 你不把我连扯 我这碗 这碗 我这 这东西最好别拿手摸 这 这么的吧 那个 我拿点东西垫上啊 是不是 你这碗啊 嗯啊 我检测一下 这东西还不好拿 你这东西检测这碗 这是 哎呀 专业活 这个 哎呀 这碗 我测手啊 听听啊 这不听 听太粤了 你现在说吧 你这碗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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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碗呢 碗 碗呀 虾碎了 嘿 这回真的假的 看看 你别说青花瓷 你看看 我看看吧 这连瓷都不是 这就塑料 拿两碗筷吧 大米烈报警 行 大姐大姐 干什么也就报警 二十 这就二十了 我说句实话 你那碗二十都不值 钱不要 没碗吧 你那碗砸了 谁呀你 你啥呢 我好好拿了个碗 你说你要撤 撤往里咔 对吧 我 我要碗 不是 你们那不啥 我怎么知道你那碗是真假呀 这么真假 你这啥呢不行啊 我叫我青花瓷 那碗是不是刚才在这儿 给你啥呢 我从这儿给你抠出来 不就完了吗 你先吹吧 你抠你把他抠 我把眼珠抠着胖子在 我从这儿给你抠出来 我心内劲 我抠 是不是你那碗 好 好 很轻啊 我又很热 这老婆玩还想搁我两万块钱 哎呀我自己都要给咋的 这这这 哎呀咋还跟你兜着碗上呢 你看你那 不就你那碗吗 是不是要那碗 他呢 给他 你是娃娃的 谁就要耍你啊 就对你这种人 欺骗消费者的人 卖假货的人 我不能耍你 我还得戳穿你 哎呀妈 你还戳穿我 你还真是 你是不是活你回来呢你啊 你跟谁说话呢 我就怎么呀 我跟你说呀 放小圈 在 把他给我推出去 还勾引 还勾引 你看就看 我这不怕你这个事 你吓唬谁了你 我跟你说 想当年 威虎山上的土匪 比你厉害不厉害 见着我他也得老老实实的 就你的笑样了 威虎山 刀上了啊 咋的你也想跟我盘盘斗啊 盘盘呢 别给他 天王赶紧红啊 天王赶索红啊 宝塔正和哟 表白 金王赶索 那天王赶索红啊 好 添加索了 天王赶索红啊 天王赶索红啊 宝塔正和呀哦 怎么有黄色两个呢 黄色两个呢 这么说你是 许律长的 人呢 许律长 你跟谁俩的 你以为叫你唱我 你就是为我唱的 你跟谁俩的 你唱黄老的 你还 小鸭子我拿完块钱 我就砸死你 我就砸死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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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啥呀 这手指都不是这么长的 你就掰反了 你这是 我这搞不错 我的蜜圈是他 哎呀 少废话 滚 滚 哎呀 以后别骗人了啊 哎 瘦死死他 怎么了 还敢跟我爸动手呢你啊 哎 老爷这心体不错啊 哎 身材挺好 什么玩儿 哎呀我天 爸 紧张死我了 刚才那么大一段 知识微博山 愣没蒙住他 爸 看见没有 才是我的 女子防身术厉害吧 哎 哎 对 刚才我听了王小剑在家 哪去了他 王小剑 王小剑 我去找刀去了 人呢 人出去了 哼 算他跑得快 他要赶回来 我废了他你信不信 小样的 哎呀 哎呀 哎呀张总啊 我还能欠你的钱吗 我就是这一段 手头有点紧 你再给我两天时间 我肯定还你钱 好不好 好好好好好 你看哎 哎 这叫朋友吗 啊 不就欠他几个钱吗 追着屁股后边要啊 喝 哎呦 我这大姐夫 你这干嘛呢 你小心点 别绕脖子上 哎 本来弄挺好 你这一弄真绕脖子上去 哎 哎呀 干嘛呀 这明知道我不爱吃面条 天天让大姐夫做面条 你就是不想让我回家呗 哎 妹夫啊 你知道今儿啥日子吗 啥日子我当然知道啊 我跟二米粒结婚 三年零三十三天 这日子你记得挺清楚 那当然记不住挨揍 哈哈哈哈 妹夫 哎 妹夫 哦 我知道了 今天是我妈牙疼纪念日 今天哪是你爸过生日 六十六大寿 哦 哎呀 妈不带你这么抢答的 这么大日子我能不知道吗 要不然我大姐夫能做长寿面吗 你看看 这菜都准备好了啊 哦哦 今年呢我想好好给你爸过个生日 哎呀 哎呀我还忘了 给你爸做件新衣衣服 扣还没盯完呢 哦 我赶紧盯扣去 哦行妈你忙着去吧 哎呀好 你放心厨房这有我呢啊 哎好嘞 你帮忙我啊 行放心 哎 有你呀啊 来帮忙弄面吧 我弄什么面 我哪会 这是你的活啊 你说你也是 你就不够意思 怎么呢 咱爸过瘦 六十六岁大寿 这么大的事 你不早点告诉我啊 让我在妈面前出丑 你就故意的你 那我心思着 爸这么大的事 你还能忘了我啊 我这么忙 我天天忙成什么样啊 我什么事我都记着呀我 你再忙 那家里边人的生日 你能忘了我啊 那家里人生日 就得都记着呀 啊 你快拉倒吧你 哎我的生日 几月几号 你说出来 说出来我卡我跪地 我给你磕个头 8月12号 行了 行了 闹什么呢 说点正事 大姐夫 哎 哎你看每次 妈爸过生日的时候 咱俩都是意思意思 是吧 我就想问问 这回你打算怎么个意思法啊 那我肯定跟你没法比 对吧 我记得前年嘛 我是拿了五百 你当时咔 你来了五千 去年呢 我呢 是一千 你咔 你就来了一万 你每次都是我的十倍 哎呀 大姐夫 哎呀在这个问题上 我总是你的十倍 哎呀 你是不是觉得不太舒服 我没有啊 我没不舒服 你是不是不好受 我好受啊 你孝敬爸妈 我有啥不好受的呀 那就是大姐不好受 你大姐也好受 他背后老夸你 说你能挣钱有本事 不是 那你就说吧 你说你这回 爸过66岁大寿 你两口子准备给多少 我是这么心思啊 这个 我不是 提值了吗 对吧 单位效益挺好 另外呢 你大姐今年的活也挺多的 又赶上爸呢 是66大寿 我们两口子商量啊 拿6666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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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夫你要拿多少 6666 不是 我跟你说不能再多了 再多我俩就说不了了 不是 你拿6666 我得拿多少啊 那你还十倍吗 我肯定得十倍啊 他6666 那我就是 我就是6666 我这个 我的妈 妹夫 你这干啥呢 这这数钱呢 六万多我不得数一阵啊 你可别这么数 你这么数容易怕金森 大姐夫 我我跟你说点事啊 其实 你和大姐这种情况啊 你看 爸妈都了解 包括街坊邻居们都了解 是吧 对 你们没有这个条件 不要装 知道吗 用不着6666 你看 爸过寿 也不是图咱们儿女的钱 就是图儿女一个心意 对对对 对不对 那你说我给爸妈多少钱呢 你这样 爸不是66岁大寿吗 你给个吉利数 66 66 你这也太吉利了吧 不是 行 你咬咬牙 你跺跺脚 你给666 怎么样 我我跟你说大姐夫 你这个人啊 在咱们邻居面前 你都很实在一个人 对不对 你很朴实 你别太装 你太装就失去你的本色了 你听我的 你就666挺好 那行 那回头我跟你大姐商量一下 商量什么也商量 这事我还做不了主啊 怎么着呀 这房子首付的大头 你付的 你付的 行不行 行 不能变了啊 听你的 666 66 行 他拿666 我是他的十倍 6666 比六万多少多了 这我都得借去 这我都得借去 哎呀 这 哎 大姑娘 啊 你二妹夫干啥去了 他可能出去打电话去了吧 那正好 妈想问点事 您说 这回你爸过66大寿 你准备拿多少钱呢 妈 您坐着 我正想跟您商量这事呢 你说 我们两口子想掏666 行不 666 少点哈 不少 哎呀 我和你爸呀 知道你和大米粒的情况 再说了 你瞅瞅咱这个家 这里里外外这么些年 不全都是你俩忙活吗 这就等于孝心了 妈的意思啊 想问问你二妹夫拿多钱 那他肯定拿的多 就是啊 妈就担心这个事 你说平时你爸过生日吧 每次他都比你拿的多 当时妈脸上可挂不住进来 哎 这回你说你爸过66大寿 他肯定还得多拿呀 那 他也是孝心吧 妈给你商量个事 嗯 妈呀给你备一万块钱 哎呀 啊 你这干啥呀 哎呀 妈的意思就是想给你撞撞脸 哎妈不用啊 那我哪能拿您的钱给我爸呢 哎呀再说了 这不也是为了让你爸高兴吗 妈这钱我不能要 你看你这孩子 丈母娘就不是你亲妈呀 要是你亲妈给你这钱你拿不拿 那行 但是我得把我那个666加上 哈哈哈哈 这孩子心眼识 你随便 哦 心眼多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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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 行了你说咱这面子啊 哎 借着了解决了 哈哈哈哈 老二啊 哎妈哎 妈正想找你呢 你说怎么着 妈想说呀 啊 你爸这回过66大寿 哎呦 妈 啊 这还要你老人家操心吗 这是儿女的事 是 我都安排完了 哎 是啊 钱我都准备好了 你放心 是我大姐夫的十倍 嗯 永远的 好好好 哎呀 妈就说这事呢 平时你爸过生日 哪次你都不少给钱 那应该的呀 是吧 哎 所以说呀 妈这次你别拿太多 你大姐夫她没钱 她没钱 我跟你说 一家俩女婿 不能个个都有本事 有我一个有本事的就行了 是 妈知道 哎 可是这次啊 你别拿太多啊 放心放心 意思就是多了 刚才我跟你大姐夫说了 啊 她说呀她毛大劲 啊 也就能拿10666 不少了啊 妈现在抓紧客 吃多碗我哪儿借着我 啊 赵刚刚 啊 你放点葱 你过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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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太阴险了这个人 咋去了这是 你什么意思啊你 咋了 我让你拿666 我那是害你啊 不是啊 我那是为你好啊 我知道啊 那怎么又变成10666了呢 没有 我真的跟你说个事 你别跟我说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 是 我在这个家里头 一直压着你 每次爸过瘦妈过生日啊 我都是咔 你这是当啦 你心里不舒服是不是 不好受是不是 不舒服你就说不舒服 装什么装啊 你看你 她家背后给我来一套啊 说666 现在拿10666 行 你拿吧 拿吧 我认了 我认了 我什么身份 行 我觉得你拿的还少 有本事你拿20666 哎呀跟我这装 行 拿吧 这咋的呢这是 哎 大姑娘啊 哦 刚才我听了 二女婿给这抄啥呢 哦 她好像有点不高兴了 哎呀 是不是嫌你钱拿少了 没事 你放心 妈又给你备一万 哎呀 你不拿两万呢 666行不 妈 您不能再给我钱了 哎呀 没事你听妈的 没错 去那么多活呢 帮妈忙回去去 我我跟你说 我就你就帮我这个忙 行不行 二姑娘啊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妈跟你说点事 你说你说 那啥呀你大姐夫没钱 没钱他没他没钱 他装他没钱 不是你爸这回你就意思意思啊 让他也勇勇心里头能平衡点 您可别拿太多了啊 我该我 我该我拿的我一定拿 你放心吧啊 哎呀 刚才我跟他说了 叫他多拿点 那这回拿两万零六百六十六 不少了啊 我我我去床床去 妈 哎 妈 您来我跟您说点事 啥事 来妈 你说啊 妈您坐着 哎 妈 我知道您的好意 是吧 您是为我好 啊 但是我心思吧 这钱我不能要 你看都说好的事了 你这孩子 妈 我真的不能要 您说我拿您的钱 这算啥事啊 那啥事啊 我也不能拿您的钱 再给我爸去 这是您的钱 我该给您多少钱 我给您多少钱 哎呦 这我可看见了啊 妈 这两万块钱是你的 这两万块钱是你的 你把两万块钱给我大姐夫 然后我大姐夫 再把这两万块钱给我爸 对不对 喝 太喝 妈 你们家俩这不是在合伙忽悠我的吗 你好好想想 你过生日 爸过瘦 我给的钱可不少啊 是是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您啊 哎呀姑娘 你误会了 我没误会 我都看见了我都 不是 你听我和你说 你什么都别说 你是女婿 我也是女婿 妈 你这事做的是不是有点偏心眼啊 不是妈 妈 妈 我觉得 我觉得我妹夫说的还是有道理的 这事我觉得您是做的有点偏心眼了 孩子 我是偏心眼 可是我骗的是她呀 啊 谁信呢 哎 二姑娘啊 你就别瞒着妈了 最近你的公司 是不是资金周转有点困难了啊 是啊 不是你咋知道的呢 哎 二米粒都跟我说了 昨天回来一进门就哭 哎呀你说她把这些事给告诉您干嘛呀 让你着急 你们都是我身边的孩子 谁有困难妈能不心疼啊啊 有事不跟妈说 有事不跟妈说 跟谁说呀 有事不跟妈说跟谁说呀 孩子啊 这些年呢 你给爸爸妈妈的钱 我们一分都没花 都把它存到这个里了 来 连这两万块钱 妈都给你 孩子 妈 妈这钱我不能要 我不能要 你听妈说 以后啊 有钱就是有钱 没钱就是没钱 别装 妈 你就是我的亲妈 行行行行行行 跟亲妈不行来这套啊 孩子 哎呀我得赶紧给你爸顶扣去了啊 要一会儿不敢踏上来 哈哈哈哈 哦 妹夫啊 闹半天是这么回事啊 哎 你说你也真是的 咋着就是咋着呗 有钱就是有钱 没钱就是没钱 你干什么玩意你弄这个 我告诉你 你不准笑话我啊 我笑话你啥呀 妹夫 人哪有一帆风顺的时候啊 有赚钱的时候 就有赔钱的时候 你做买卖嘛 对不对 你赚钱了 你别得意忘形 你赔了 你也别垂头丧气 我相信你 一定能成 一定能东山再起 那是你肯定的 但是肯定 妹夫 钱够不 这肯定 肯定我估计 还得差个三五万 没事 我跟你大姐 虽然没什么钱 但是三五万 我们还是有的 啊 拿着 俺俩全部继续 拿着 好 大姐夫 你就是我的亲姐夫 不是 大姐夫 这个钱 这个钱 你可不是白给我的 怎么的 你这样 算你入股了 从明天开始 你就算是 我们公司的股东了 哎呀我的妈呀 以后我就是股东了 股东股东 哼 我跟你们说啊 以后别小看我 那你 我也是股东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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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忘了还给我啊 不是 股东了还还什么钱呀 就不用还钱了 股东你也得还我钱呢 以后你挣了钱 你不还我吧 啥也不 你都股东了 你还什么钱呀 啥也不 这小品太感人了 是 那女的演得多好 嗯 那小偷演得好 那中介演得可真不扎地呀 对 她演得最差 那 老公 嗯 我哭饿了 行了 别哭了媳妇啊 你看她眼睛都哭肿了 我看看 哎呦 行那想吃点啥呀 给我来个刀鱼 那我得来个红烧肉 再来个素菜 西红柿炒鸡蛋 那我再整一个蒜蓉西兰花吧 行 坐去吧 我不会 你会啥 我会吃呗我会啥 吃个饭去 哎 大姐怎么还不来啊大姐呀 谁知道 哎呀坏了 人家大姐刚才给我打电话了 说孩子今天开家长会来不了 老公 哎呦 这可 我饿 哎哎等会儿 这不是还有大早呢吗 你吃俩大早吧 这都啥时候的早呢 我哪知道上个月就在这呢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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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啊 大姐来不了 大姐夫一会儿就到 能来吗 大姐夫 能来吗 你喝 我太了解她了 看着啊 我数个数 她接着就进门 三二一 进门 大姐夫真来了 来了来了 大姐夫 哎 咱吃点什么呀 吃啥呀 啊 你看刀鱼 来个红烧肉 炖熔气囊活 再来个新屋里炒酱 大姐夫 哎 我说你得快着点啊 我媳妇我 我这都都饿着呢 哎哎哎 鱼别在屋里收拾啊 到阳台上去啊 这行不行啊 那你去呗 我 这房子首富的大头 你套的 你这大头早晚砸死我 我跟你说 二狗夫 二狗夫 楼下来个生人找范爷爷 他说那时候他叫什么呀 没说 但他说他叫二狗子 二狗子 二狗子 坏人哪 那个他倒不是坏人 他是我爸单位同事的儿子 我告诉你 这二狗子到我们家没别的事儿 就是借钱 借他不就完了吗 借他 你借他呀你啊 我告诉你 这二狗子 到我们家借好几回钱了 一次都没还过 那咋办呢 后来啊 行动 快 速度 快快 来来来来来 快快快 好了没有 好了 来来来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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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哎呀 妈呀 走错门了吧 这咋回事啊这是 没走错门 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 二狗都又到咱们家来借钱来了 二狗都又来了 那来就来吧 那咋整啊 来就来 它借钱来了你知道吗 那你就借它呗 你借它呀 我借它了 我上回借它500 我还你了吗 没有啊 还是 这回还借你的 你给不给 那你有就给呗 我这反正我就一百块钱 我借一百 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他不要 他借一万 那我没有 没有 你就把他得罪了 今天我让他借不着钱 还让他高高兴兴地走 这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大姐夫我告诉你 你就配合我啊 哎 小倩 过来 刚才交代你的任务 你记住没有 记住了 我一咳嗽你就进来 好 行动 头头必须放心吧 媳妇 赶紧的 把大姐夫这鱼给藏起来 快快快 大姐夫 我最担心的就是你 你这个人心耳直 你说话你把不住门 你别给我说漏了啊 那我可控制不住 你就说你牙疼 你说不了话 我牙疼 谁相信我牙疼啊 这也不像牙疼的呀 怎么 那也不能不说话呀 牙疼 来来来来 大姐夫来 张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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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个 我干净 这边 这 行不行 这像汤了 嗨 嗨 二姐 二姐夫 大姐夫 哎 二狗子 我到结婚的脸咋的呢 他那个上火了 二狗子 牙疼 说不出话 哎 哇 你那小剧可太好了 这家进大门再涂帽的啊 我发生家真有钱啊 你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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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闻牙呀 哎 别走 咋的呢 那沙发已经抵出去了 别给人做埋态了 哎 啥情况这是呀 嘿嘿嘿 二狗子 媳妇 你别哭 你哭得我心里老难受了 二狗子 我告诉你啊 咱们家欠人家家钱 咱们家还不上了 这不是人家债主 把这都封了 这家具都抵出去了 这房子也抵出去了 真的假的 咋还假的呢 哎哎哎哎哎 收拾好呗 收拾好呗 有钱 还钱没钱搬家啊 车马上就到了 再主啊 嗯 我让他家欠你多少钱呢 欠我多少钱呢 三百万 二十万 多少钱 三百 二十万 零五百 还钱那么多呢 是啊 咋钱的啊 我炒股 郭承荣 我未交物业费 你这物业费也太贵了吧 你能具体说是咋钱的不 不是 你你你花了这么多呢啊 你能替他们还是咋的啊 瞅你这样就像借钱的 那个赶紧还钱 啥借的你 我说谁呢 哎 穿门去了 你别说话 你牙疼不疼 疼 二狗子 爸妈穿门是穿门不假 穿门挨家挨户借钱去了 那大姐和小米呢 穿门去了 这不是和这 啊别说话 啊 他们也去借钱去了 那您仨都没出去借去呢 好几天没吃饭了 饿得走不动道了 这样 铁一会 我跟你们买点吃的去 谢谢 谢谢啊 哎哎哎哎哎 哪有咋子你来买吃的 哪有咋子我对我牙疼 我现在说我吃的 我跟你说 家里有啊 有 就就这钱过来还有吃的呀 有 有有什么有啊 有什么有啊 啊 鸭疼你还说话 二狗子 大姐夫的意思是说呀 你看你大老远来的 嗯 怎么能让你出去买吃的呢 家里有啥就吃点啥吧 哎呀 媳妇啊 哎 那个端菜 好嘞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吧坐吧 哎呀 哎呀 哎哎呀 是抵出去了是吧 嗯 别坐了咱蹲着吃吧 啊 蹲着行 来大姐夫蹲蹲蹲蹲蹲蹲 这 就这么小的一条咸鱼够吃吗 吃 奢侈 快 给我 那个 二狗子 给啊 哎呦 你是客人 这半老大的是你的 这半老 是我们一家人一天的口粮 哎呀 哎呀 不还钱还有脸吃馒头 还有海星 还钱 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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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二狗子 二狗子 别哭别哭啊 没事 家里还有吃的呢 嗯 冰箱里有吃的 有什么 有吃的啊 有吃的啊 冰箱里有糕点 啊 啊 大姐夫 啊 你是让我想象吗 哈哈哈哈 这蛋糕好大呀 不是 那那那那冷库底下有肉 哈哈哈哈 这是牛肉还是羊肉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说你们都过成这样了 那欠钱钱啥事都还上呀 哎呀 我告诉你二狗子 我们家是要脸面的人 啊 欠钱不还 那那那那那那不是我们家干的事 欠钱不还 你不脸红啊 欠钱不还 你不害臊啊 欠钱不还 你不害臊啊 你还是个人吗 哈哈哈哈 欠钱不还 真不吃人的 你咋那么傻呢 他说你呢 我 你没听出来吗 别说话了 老老老老你起来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实话吧 他们呀实话你来借钱 他们骗你呢 哎 跟你演戏呢 我也跟你演戏 你看我这牙 你看 你把 把牙你都吐出来了 啥眼神 你把我儿子俩倒户 跟你演戏呢 大姐夫啊 你咋能这样呢 而且二姐夫多实在 也有啥就是啥 你还给我哪装 你仙咋那么多呢 好 好 怎么办 哎 我今天来的正好 你不是 你来的不正好 家里没钱了 我钱 我是来还钱的 啊 我从我叔我审那一共借了五次 一万七千块钱 啊 来 这是两万 多出那三千算是利息 但是啊 也不够你们还债的 没关系 发挥我特长 我马上跟你们借去 我能借多少 我就试多少 弄的啥 啥事啊 人家是来还钱的 你看你呢 赶紧跟人家说清楚呗 哪有这样对朋友的呀 哎呦呦对对对对 我 嗨我这 二狗子 来来来来 二狗子 我我真没想到你 你还能是来还钱的 哎 我是万万没想到 不是二狗子 刚才大姐夫说的对 不是 我们以为你是来借钱的 所以说给你演了一出戏 行了二姐夫 别安慰我了 啊 债主我都看着了 哎 债主也是也是帮我们演的 那群众演员那是 哎 哎 你不信我咳嗽一声 啊 哎哎哎 干啥呢干啥呢 钱还给不给了 给不给了 哎呀 那你看你 行了别演了 二狗子人家是来还钱的 该了 还钱了 喝 什么感 人家人家二狗子 把这些年借我们家的钱 连本代息全还了 啊 二狗子 哎 姐夫 姐夫跟你说两句话啊 我跟你说 这人哪 借钱的时候着急 还钱的时候更应该着急 你说是不是 是 但不有句老话吗 好借好还 再借不难 对了 你看 今天这钱我全还上了 是啊 全还上了 一共五次吗 全还上了 不是 五百 哪有五百次啊 就五次 哎呀哎呀 不是 我那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大姐夫不好意思跟你说我说吧 嗯 你之前是不是跟大姐夫还借过五百块钱 你忘了吗 哎呀 哎呀 我忘了 你说当初我说我借钱是跟你写千条 你就不要不要 你没有就拉倒 这事没事 真就剩五百块钱了 来 拿着 哎呀妈呀 哎呀不好意思啊 哎呀 哎呀你俩别客气了啊 二狗子来了啊 没别的啊 家里吃饭啊 对对对 大姐夫 哎 我坐去 今天我请客 咱们出去吃去 哎呀 哎呀 都不好意思你说还你 哎呀 我把钱全还你们了 都没钱了 哎哎哎哎哎 哎哎 二狗子啊 这钱你可是还我爸妈的 这不能动啊 对啊 大姐夫有钱吧 我 有啊 你不是刚还了我五百吗 干啥 这么多人五百差点 对哎 大姐夫 哎 我不记得你说你还一百呢吗 对我我我我是还一百呀 六百够了 借我啊 行了行了行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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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贝妹 谁找到的 谁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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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的fummy 一场快乐的fummy Family